我去找救兵来啊 来人哪 快来人救朕 来人哪 快来人救朕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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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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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救我的那个英雄 到底是谁啊 公子 救命啊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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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们是谁 竟然闯入皇家的围场 赶来刑刺阵 原来你有护身甲 上 这么热了怎么能圈我呢 是吗 欧阳德 是你 想我了吗 上 还想脱衣服吗 吓死吧 不给你玩了 皇上我带走了 走吧 看什么呀 走 皇上坐稳了啊 你追 快 快 快 你们还敢追呢 那么好吧 让你们尝尝我的这头木驴 它的威力吧 挺鹿的你们 给点厉害头头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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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好 耽 大哥 走 快 快 哈哈 皇上 坐稳了 我送你回宫 好 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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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鹏 小心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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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我令你惊住都挺不善 要不然这只手不就废了吗 好了 老虎已经被我打跑了 现在没事了 谁啊 谁啊 飞鱼 飞鱼 你没事吧 谁啊 公子啊 小脸 你想吓死我啊 人都已经在你面前了 哦 哦 哈哈哈哈 对 对了 皇上呢 你们被老虎这么一追 皇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对哦 对哦 哎 皇上去哪里了 嗯 什么事啊 对哦 皇上应该起驾回宫了 哎呀 那不更晚了吗 皇宫皆位森严 我们 我们要找他 那更难上加难了 你放心啊 一切包在我们家公子身上 包在你身上 你有办法进皇宫啊 嗯 嘿嘿嘿嘿 嗯 江湖是人人是鸟 谁不想越飞越高 你为我踏浪而来 我却在不停地奔跑 人在江湖飘 寒风冷一朵逍遥 总有我心情曾来 朕从来没在空中 看过朕的皇宫 想到我进城 这样看起来 这么壮观 这么美丽 嗯 皇上既然您高兴 那我在那边多看几圈 真的 哎 行 咱们再多揉几圈 好的嘞 看你的了 可以美一点 好 走 好 还好能一朵逍遥 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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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我心情曾老 管他世事多难了 人在江湖飘 平生不回我心狡 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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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 你过 我过 你过 你是委屈了 秋冠 如今我已不是县令 咱们直呼姓名就好 你叫我彭彭好了 在秋冠眼里 大人永远是咱大清的庞晴天 对了 大人 欧阳先生知道他闯的祸害了大人 要我 带他向你表示歉意 不必了 对了 欧阳先生他人呢 他说祸既然是他闯的 所以他到京城一趟 向见皇上一面 替你申愿 这怎么行呢 皇上乃是九五之尊 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见的呀 再说了 那皇宫戒备森严 欧阳先生 他怎可贸然行事呢 既然去了 就随他去吧 秋冠 那你孩子呢 致你放心 您家的厨娘机灵得很 他看到军王府的人进来 知道咱们事不妙 立马把我的儿子 接到他家里去了 那真是太好了 那厨娘知不知道 我表妹去了哪里呢 表小姐 她没跟你过来 秋冠 我和彭兴曾经去过府邸 结果被她们挡在门外 他们说 早就把我表妹赶出去了 到现在 还是下落不明啊 那彭兴 去找表小姐了是吗 没有 彭兴为了救我 被一些蒙面人打伤 到现在 还在养命呢 我去找表小姐 如果她落入坏人手里 可就麻烦了 我正在为这事发仇呢 秋冠 看来 此事还得麻烦你了 这是秋冠一概做的 我如果找到表小姐 我会把她给接回来的 好啦 你别碰我 我不是不想碰你 我 哎呀 好了 你别说了 你刚才都已经对我 那样了 哦 我明白了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讨厌我 所以你才把我送到 表哥那里去的 哎呀 不是的 是我的 反正我受伤了嘛 你随便怎么想好了 你根本就是在玩弄我 我不管我表哥的死活 一心一意来看你 安慰你 安抚你 没想到你居然 那你那天干嘛把我带走吗 哎呀 此一时彼一时 哎呦 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 这样好了 我给你钱 然后你就走啊 给钱就想把我打发走 你知道女人的明解有多重要吗 这都已经送上门了 还谈什么明解 你说什么 哎呀 哎呀 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看他这死样子 一点都不像男人 还不如那个饮量 皇上驾到 草民欧阳德 叩见皇上万岁万万岁 啊 谢哥 谢皇上 欧阳德 要不是你今日就朕 朕恐怕回不了这个皇宫了 哪里哪里啊 皇上 您是真命天子啊 九五至尊 别说这点事 您就是遇上再难的事 您也会逢凶化吉 化险为夷 大吉大利啊 好一个逢凶化吉 大吉大利 说 要朕封你什么官 还是你要什么金银珠宝 你尽管开口 朕全部都会答应你 皇上 草民什么都不想要 草民只是想向皇上 禀报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说吧 回皇上 三河县县县彭彭 日前被皇上下旨 免去县令之职啊 此事必有隐情 请皇上明察呀 其中有隐情 你说说看 是 谢皇上 启禀皇上 三河县县令彭彭 为官清廉 受三河县老百姓爱戴 福君王纵子行凶 彭彭坚持要把那 福君王之子纯备了 绳之以法 那福君王怀恨在心哪 在皇上面前说了 彭县令的坏话 使皇上大怒 免去彭彭宪令之职啊 草民斗胆 请皇上开恩 明察秋毫 还彭彭一个公道啊 皇上 欧阳德 此事可是真的 草民哪敢欺骗皇上啊 句句属实啊 好 朕就看在你救驾的份上 朕先下职 恢复彭彭 县令的官职 朕一定会将此事 查个水落石处 谢皇上 不过欧阳德啊 不过欧阳德啊 朕已经开口了 你要什么东西 你就说吧 皇上 皇上 我这 这 这 这好是什么 你真是太怪了 什么都不要 竟然看上朕 大雅斋御处所作的糕点 太好吃了 好 既然你喜欢吃大雅斋的糕点 那今后 你想吃多少 朕统统给你 太好了 小妍子 奴才在 备下糕点 朕要好好地跟这位奇人 聊上一聊 真的 谢皇上 大雅斋的真是好吃啊 大雅斋的真是好吃啊 皇上为何叹气啊 朕这次去狩猎 居然有那么多黑衣蒙面人想行刺朕 朕已经下令彻查 并将那些失职人员 全部严拜 皇上 皇上身边的将军护卫 对皇上那是忠心耿耿啊 草民知道 这些黑衣人是有备而来呀 而且这些黑衣人 以草民看来 不是咱们中原人士 那是什么人 扶桑人 扶桑 这么说 我朝中有人跟他们勾结了 皇上英明啊 皇上您真是猜得八九不离十啊 那你怎么知道朕有危险呢 皇上息怒 这次草民 真的是为蓬蓬一案而来 才贸然求见皇上 还要碰巧救了皇上 还要碰巧救了皇上 朕 请皇上恕罪吧 哦 好 朕就命人彻查此事 欧阳德 朕也希望 你去帮朕 把这件事情弄个明白 草民的荣幸啊 皇上 嗯 朕知道你不是个爱钱财和官职的人 不过你救朕有功 朕依然要有所表示 哦 皇上 小燕子 奴才在 把朕的皇马褂拿过来 喳 谢皇上 嗯 激变皇上 皇马褂到 嗯 朕特赐这件皇马褂 从今以后凡是我朝官员 见到此皇马褂 如朕亲临 今后你就凭着这件皇马褂 可以自由进出皇宫 不会受人拦阻 谢皇上 吾皇万岁万万岁 嗯 玛瑙格格道 这 这个死门槛 每次 每次都睡得 哎呦喂 玛瑙格格你没事吧 不要不要 没事吧 不要 我自己能起 玛瑙 你来做什么呀 还我来做什么 我听到你狩猎的时候遇到了危险 我特意来看你的 哎呀 听到你遇了邪 吓得我是心惊胆战 胆战心惊的 皇上 你有没有受伤啊 啊 你的头和脚 哎 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受伤啊 你心还跳不跳啊 到底怎么样 好啦 有外人在这儿 你不怕人家见笑 有外人 谁啊 他就是救驾有功的 人称怪侠欧阳德 啊 草民欧阳德 参见玛瑙格格 哎 不 不用摆 不用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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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草民不是故意的 请玛瑙格格赎罪 哎呦 没事没事 撞得好 撞得真好 哎呦 不过 要是能被你这样这么帅的男人再撞一次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哇 帅得真是宇宙不同啊 啊 怎么你的脑袋 帅得像个大萝卜似的呢 不过我最喜欢大萝卜了 我估计你刚才肯定是没有准备好 不信你这次再拜一次 你再拜一次 咱们俩指定不会撞到的 啊 好 那个草民叩见玛瑶格格 不用拜 不用拜 好啦 好上 既然没有别的事 那草民告退了啊 你去吧 再见 再见皇上 再见哥哥 你别走啊 别走啊 哥哥 你这么着急走干什么呀 哥哥 欧阳德 朕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哎我也是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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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保重保重 哥哥保重 再见啊 别走啊 别走啊 哥哥 再见 哥哥 再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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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喜欢 想不到民间 居然有这么多的旗下议事 真倒要好好地考虑考虑 过那闲事一事 长得妙 长得好 长得帅 对了 欧阳德他刚刚提到三河县县令 被罢官一事 朕记得是胡郡王上作者 向朕进言 说三河县县令 与歹徒勾结草菅人命 要朕下令将他罢官 可是 欧阳德又说他是一个好官 这 真把朕给搞糊涂 朕一定要查个明白 皇上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 翡翠格格到 皇上 翡翠叩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翡翠格 谢皇上 皇上 你还知道回来 对对对对 我来的就是要告诉你 翡翠回来了 皇上 皇上 臣妹当然要回来了 臣妹当然要回来了 因为皇上 一向是最疼臣妹的 翡翠怎么舍得了皇上呢 皇上 翡翠可是日日夜夜 无时无刻 不在思念着皇上您呢 好 既然你这么思念阵 那为什么三番两次又偷跑出宫去玩呢 皇上 你也知道 这皇宫里边一点也不好玩 所以我就出去玩了 皇上 你不知道啊 这宫外的民间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 这宫外的世界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你呀 皇上 你还真的拧我啊 也不轻易点 痛死我了 你整天就知道玩 你可知道 太后她老人家整天惦记着你 惦念的 茶不思 饭不响 整个人 你可知道 又胖了不少 看起来神清气爽 不负太太的 是不是啊 对对对 我就是在太后那里见过翡翠 所以现在才过来告诉你一声 好了 知道了 说吧 这次又到了什么地方 遇到什么好玩的事了 皇上 我跟你说啊 翡翠这次出去 遇到了好多好多好玩的事情 还结交了好多好朋友呢 如果皇上想听 恐怕有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 好 那你就一剑一剑说给朕听 好 皇上我跟你说 这次 翡翠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你每次都说 我下次带你出去玩 可你每次都不带我 你 你怎么总是骗我啊你 我没有骗你啊 我说的是下次 所以这一次 没有带你出去啊 哦 我明白了 你是说 下次带我出去玩 你没有说这一次 对啊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说这一次 下次就是下次嘛 你说你这就是在骗我呀 下次就是下次 下次就是下次 下次跟这次当然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再不相信我的话 我下次的下次都不带你出去啦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是下次啊 下次就是下次嘛 下次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到了下次 那个时候到了下次 你就是在骗我嘛 你就是在骗我嘛 我没有骗你啊 你总是说下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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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跟这次不一样嘛 下次跟这次不一样嘛 下次跟这次不一样 下次跟这次不一样 到了下次自然就到了下次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下次的事情就等到了下次再说嘛 啊 等下次的时候到了 下次自然就到了 等到下次的时候都只说 吵死朕了 下次 朕还有好多事要做 下去 统统下去 是 哎我就说嘛 他每次都是这么骗人啊 闭嘴 下去 嗯 哥哥 等等 嗯 怎么了 参见玛瑶哥哥 翡翠哥哥 哼 就属你命最好了 每次翡翠出宫都带你 却不带我 赶明儿我要是气不过 我就自己出宫 哎呀哥哥 这可不行啊 你一个人出宫没有人照顾 多危险呢 小莲刚才还跟我说呢 外面好多好多的坏人 他们俩呀 差点就遭到了坏人的轻薄呀 啊 轻薄 嗯 还有这样的事儿 那我要是遇到刚才那个人 啊 刚才那个人叫怪 怪 叫怪 怪侠欧阳德 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人 如果要是我遇见他的话 嘿嘿嘿 那就让他气不好了 嘿嘿 哥哥 你怎么这么说呢 翡翠哥哥呀 刚才带回来一个打虎英雄 比你刚才说的那个还要帅呢 是真的吗 嗯 啊 还要帅 对啊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吧 嗯 你们说谁啊 就是小梅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打虎英雄啊 哦 你们说的是黄天霸呀 嘿嘿嘿 我把它安置在宫外的房间里了 哦 那我现在就去找它 嘿嘿嘿嘿 哥哥小心啊 等等我 哥哥你慢点儿 你慢点儿跑 小心又摔倒了 哎 哥哥 嗯 你刚刚跟皇上说你想救我黄天霸的事了吗 哎呀 我本来想向皇上禀告的 但是 刚才玛瑶在身边 我也不好意思提起 嗯 可是现在玛瑶哥哥走了 你可以赶快去跟皇上说啦 啊 对啊 嗯 奇怪 刚刚那些士兵 为何要把我带到这里呢 飞鱼他们又被带到哪儿去了 嗯 嗯 糟了 难道贤弟他们被带误会为资格 被抓起来了 哎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儿 我得去找他们 哦哇 好帅呀 啊 啊 在皇宫里 还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帅 这么威武的男人 嘿 好喜欢呢 嗯 请问你是 哎呀 这么讨厌 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家名字的 那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嗯 那那那我不问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 人家是女生嘛 啊 当然要矜持一点啦 你现在就问我吧 好不好 嗯 我看不必了 姑娘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你别走啊 哎 你别走啊 别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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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你扶我呀 今天算是破纪录了 头好晕啊 你过来扶我呀 快点 你应该有点身世风度的 快点过来扶我呀 快 快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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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叫 哥哥 矜持一点 草莓黄天棒 扣见哥哥 快 快 快起来 你这样跪着我会心疼的 人家都说 练武功的人手是非常粗糙的 原来你的手这么细嫩 这么滑呀 让人家摸得好舒服 哥哥 不知哥哥找草莓所为何事 我们家哥哥 当然是为了哥哥的终身大事而来的 我是驸马爷 闭嘴 谁让你这么没规矩的 驸马爷 不过 不过 他说的 也真是我要说的 这把哥哥哥你过来 咱们俩应该商量商量咱俩的终身大事啊 哥哥 我觉得驸马还是保持距离 一侧安全 呦 什么保持距离呀 什么一侧安全呀 我看驸马爷跟我们家哥哥 简直就是天上的一对 地下的一双 那是狼才女帽啊 对对对对 说的对 这也是这狼虎包 你说什么 啊 不没什么 哥哥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不能 哥哥 哥哥 这不唱的挺好的吗 草民告退 小民快上 拦着抬 不许走 什么 你要朕把那黄天霸 招为俄傅 不行 此事万万不可 你要知道 先别说你是咱们皇室家族的人 老祖宗明文规定 朕满汉不得通婚 所以朕不答应 皇上 你先别不答应嘛 我 皇上 皇上 你这不答应 你就先见一见她吗 我相信 皇上见了她以后 就知道 天霸 她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呢 翡翠 你可是咱们大清的公主啊 皇上 皇上 求你看在她救驾有功的份上 你就先见一见她吧 先见一见吧 好 朕就答应你 让皇天霸来见朕 朕倒要看看 这个皇天霸有什么三头六臂 居然 能把朕的翡翠格格 迷得这么神魂颠倒 谢谢皇上 小石子 奴才在 去把皇天霸带来见朕 朕 你先下去吧 匪妻告退 天霸哥哥 哥哥你别这样 哥哥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人家只不过 就想和你跳一支舞啊 哥哥我求求你了 你就饶了我吧 那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不跳啊 那不跳也行 那你饿不饿啊 我让小梅去准备点饭 然后咱们俩 好一块吃顿饭呢 哥哥 你如果再这样的话 休怪天霸无礼了 好啊好啊 我早就希望你对我无礼了 老爷 你现在啊 竟然能够参透我们家格格的心意 这就表示你们俩现在是 心有灵犀 一点通啊 对啊对啊 心有灵犀 天霸哥哥 你现在要对我无礼 或者对我非礼 都随便你 天霸哥哥 我来了 小狮子参见马脑哥哥 来得真是时候 起来吧 谢谢马脑哥哥 你来干什么呀 回格格话 皇上有指宣 黄天霸到御书房觐见 草民正是黄天霸 请公公带路 请随我来吧 听吧哥哥 你别走啊 这饭还没吃呢 哥哥 人都已经走远了 嗯 嗯 嗯 哥哥 房间里什么声音啊 讲鸟了吗 那么笨哪 嗯 是我肚子饿的声音啊 啊 快去穿衫吧 是 哥哥 放心吧 天霸哥哥 我相信 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启禀皇上 皇天霸已经在御书房外等候 宣 宣 皇天霸觐见 朕倒是第一次见到翡翠 这么夸赞一个人 朕要好好看看这个皇天霸 到底是何学 草民皇天霸叩见皇上 起客 谢皇上 果然是气宇轩昂 唯武不凡 你就是皇天霸 回皇上的话 草民正是皇天霸 之前朕在围场狩猎 遭遇猛虎攻击 可是你替朕解的围 天霸能够替皇上解围 此奈天霸无上的光荣 哦 对了 皇上 敢问皇上是如何回宫的 朕脱离猛虎攻击之后 又遇到几名刺客追杀朕 结果 来了一个叫欧阳德的高手 救了朕 并且用飞天木驴 把朕送回了皇宫 是他 嗯 朕一向赏罚分明 这次围场事件 你和欧阳德两人救驾有功 不过 朕认为欧阳德的功劳比较大 朕已经赐他了一件皇马挂 所以皇天霸 你自己说说看 不管要什么奇珍异宝 或者黄金白银 全部任你挑选 欧阳德 我在围场和猛虎拼得一死我活 你却捡了个便宜 把皇上送了回来 反而功劳比我大 好啊 你到京城也抢我的功劳 朕摆明了就是跟我皇天霸作对 我皇天霸总有一天 把这些委屈统统讨回来 皇天霸 你还没回答朕的话 是不是对朕的赏赐不满意啊 不敢皇上 天霸出售打猛虎 并不是为了要皇上的赏赐 天霸只有一事相求 恳请皇上 让三河县县令蓬蓬官复原职 你 皇天霸 咱们你的要求跟欧阳德一样 又被他抢先离破 你放心吧 朕已经下旨 让那个蓬蓬暂时官复原职 等朕查明了事实真相 再做定夺 既然这样皇上 天霸到京城的目的已经达成 就此离开 慢着 朕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皇上示下 这 朕也是刚刚才知道 朕的皇妹对你是相当的欣赏 你可知道 皇上的妹妹 那不就是格格吗 嗯 我来了 哥 你什么 黄天霸 你怎么了 啊 啊 没什么 皇上 嗯 天霸 只是一届五夫 根本不可能和高贵的格格相提并论 这 皇天霸 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 格格对你有意思吗 我 有话直说 是 皇上 天霸对格格的欣赏 深感荣幸 不过 天霸只是一个平民百姓 不敢高攀 所以 我和她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这么说来 你对格格一点意思都没有 回皇上 是的 那行 皇天霸 朕就赐你金牌一块 你要是有事情 就可以随时凭金牌来见朕 多谢皇上 皇上赏赐 草民告退 嗯 原来这一切 都是翡翠她自己一厢情乱 幸好朕把这整件事情 都弄清楚了 要不然 却不闹出个天大的笑话 皇上 事情如何了 唯 天霸的人呢 皇天霸已经出宫了 什么 天霸他已经出宫了 翡翠 翡翠 朕已经帮你问清楚了 但皇天霸 根本不想跟你当朋友 所以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这 皇上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皇天霸亲口告诉我的 所以 以后你就乖乖地给我待在宫里头 别再四处乱跑了 站住 你去哪儿 我要出宫去 找皇天霸 问个清楚 朕不准你去 皇上 翡翠 你是何党身份 怎么可以去 为了追一个平民百姓 而不顾皇家的体面呢 皇上 他 好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进去吧 可是 翡翠 朕命令你进去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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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欧阳德为了蓬蓬而来 黄天霸也是为了蓬蓬而来 难道真是福君王诬告 这件事情 翡翠也应该知道才对 朕另外找个时间 再问个明白的 大街小县我都寻遍了 就连隔壁村中我也都找过 就是没有找到表小姐的踪影 她到底去哪里 在这儿呢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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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小的是福君王府的护卫 奉君王之命前来招公司 好 我跟你们去 请 习惯 蝴蝶姑娘怎么会跟他们走呢 她跟福君王又有什么关系 对了 当初欧阳先生 为了准备了罗总表小姐 才把她淹了 难道 表小姐会在君王府吗 蝴蝶姑娘 你好啊 王爷不必客气 不知道王爷今天叫蝴蝶来 有什么事 请坐 好 蝴蝶姑娘 老家里头有多少人口啊 五十余口 有一个人 你是不是认识啊 谁 来人哪 带进来 小姐 小姐 oni 还还跟上 有様的情窗 对 去追查 结果发现 陈妈在隔壁的村子里 所以就把陈妈接过来 让你前来辨认一下 她 是不是你要找的陈妈 是 陈妈 你快告诉我 那天我们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姐 那一天 你 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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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 你干什么 老东西 哪是你要啊 老王八道 我走 老爷 那把我交出来 什么东西 还给我装蒜 拿出来 此物 乃老夫 重金所得 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不给我 那你只有一死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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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里怎么这个样子 怎么死这么多人呢 老爷 老爷 老爸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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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圈 你还要 还想跑啊 你杀了我们家那么多人 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你把我也杀了吧 谢谢 杀了你 你还有个女儿吧 你叫蝴蝶 长得还真漂亮啊 我爸太傻了我 而且我要先见虎杀 别 别别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呀 我把东西交给你 就 就得了吧 对呀 早这么交出来不就好了吗 别闯蛤蟑蟑 去去去去去 快点 别 快点的 还看什么看 再不快就死了 快点的 老东西 老东西 磨磨蹭蹭我 快点的 别磨蹭我 你拿来吧 拿来得了你 早点儿拿 早点儿拿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这下来 泹 沉门 你没有看错 真的是欧阳德杀了我的全家 我的儿子 不管我儿子的行径如何 他可以代表大清律法 伤害我儿子吗 他根本就是个魔鬼 是 他是魔鬼 陈妈 你告诉我 那天欧阳德所抢走的 到底是什么宝贝 小姐 老爷有什么东西 我怎么会知道呢 可是我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到底我们家有什么宝贝 值得全家人为他付出性命 小姐 现在世界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可要替老爷夫人 还有我们全家惨死的人 报仇啊 去吧 去吧 蝴蝶姑娘 看来老夫跟你是同仇敌忾 所以老夫想请你杀了那个欧阳德 一来为你全家报仇 二来 也是为我们全子 出一口心中的闷气 如果你能杀得了欧阳德 老夫必定你重金仇险 姑娘起来吧 你 王爷 既然如今已经确定欧阳德 就是杀害我全家的真凶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嗯 我蝴蝶 一定会杀了欧阳德 为我们全家报仇 也替贝勒爷套个公道 嗯 王爷为蝴蝶所做的 蝴蝶铭记在心 将来一定会报答王爷的 蝴蝶姑娘不用客气 小姐 陈妈 我们家已经回了 你不要再叫我小姐了 你找一个地方 安身去吧 正好我这儿还有点银子 蝴蝶姑娘 这点小事 就由本王来处理吧 我看陈妈做事还算麻利 嗯 何况又是你的老家人 本王 就把陈妈留在府里帮拥 也好过日子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王爷为蝴蝶做的 蝴蝶一定铭记在心 王爷叫蝴蝶做什么 蝴蝶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好 那本王 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抓到欧阳德 取他的够命 乖 乖乖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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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怎么样 累了吧 我们到前面喝点茶 吃点点心 休息一会 好 客官 里面请 来 小二 七苦茶 各位 大消息大消息 各位 您可知道 这万岁爷 去围场狩猎 遭遇数百名刺客的追杀呀 这回事啊 有这回事啊 哎 更精彩的 还在后头呢 快说呀 嘶说咱们这万岁爷啊 武功高强 一人抵挡数百名刺客 哎 这俗话说得好啊 这猛虎 斗不过群猴啊 是是是 咱们这万岁爷呀 打得久了 这体力啊 就渐渐的不支啊 这渐渐的 便败推下来了 正在千军一发之际啊 嘿 诸位 您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吗 快说呀 快说呀 别被关子了 快说啊 各位 甭着急 你们可听仔细了 正当万岁爷呀 生命危在旦夕 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天空中啊 刷的一声 一刀白光 闪现出一个人 谁啊谁啊 这人起了头目驴 飞了过来 有狗驴 胡说八道 这目驴怎么能飞上天呢 各位各位 还不相信 这可是千真万确啊 好吗 诸位 您知道这人是谁吗 不知道啊 谁啊 谁啊 这人就是啊 头戴瓜皮帽 身穿皮袄 手拿烟袋杆的 怪侠 欧阳德 猫 嘿嘿 这牧驴落地之后啊 这欧阳德 来了个燕子翻身 翻飞落地之后 怪侠欧阳德 不但施展了奇特武功 祭拜了数百名刺客 还把咱们万岁爷 用肘这么一带 嘿 就把咱们万岁爷 拖到牧驴背上 那人哪 就这样 在天上 飞呀飞呀 飞呀飞呀 向皇宫飞去 咱们万岁爷呀 这才逃过一劫 是毫发 伪伤了 你快告诉我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嘿嘿 这位客官 您甭着急呀 我还没说完呢 这后来呀 这欧阳德 不但不要皇上赏赐的 爵位官职 也不要赏赐的金银财宝 嘿嘿 而且呀 还替那三河县的县令 彭彭申了冤呢 嗯 这最后 万岁爷 不但让彭县令官复原职 还当场赏赐欧阳德 在皇宫内院是来去自如 哦 不受任何阻拦哪 嘿 各位 你们说 咱们大清 是不是人才济济呀 哎呀 是 饶阳德 他可真是个 怪侠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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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师兄 你怎么了 你怎么好像生气了呢 我 我当然生气了 嗯 大师兄什么意思 把我们丢在这儿 让我们担心 让我们紧张 这过分 哎 大师兄 哎 大师兄 啊 你去哪儿了 害得我跟二师兄在这儿着急 着什么急啊 大师兄又不是小孩呢 不必担心 我就担心 啊 以后不管你去哪儿 都得带着我去 好不好 这多不好啊 哎 哎 大师兄 我刚才和二师兄在茶楼里 听一个说书的说 说你救了皇上 真的吗 哎 哎 我呀 不但救了皇上 嗯 皇上还赏我皇马官 以后啊 这 空空精神是咱们家 随便进 真的 哎 哎 嘿嘿 大师兄 他现在赶紧去 带我去走 不行 大师兄还有神人呢 什么事啊 我们今天晚上找一个客栈先住上一宿 明天一早 咱们回三河县看一看彭大爷是否官复人职的 嗯 行 那我们先回客栈 等回了客栈 你要跟我讲怎么揪皇上的故事 哦 他怎么说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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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哼 哼 有什么了不起 小师妹也真是 只不过是皇上遇刺给大师兄的一件衣服而已 小师妹就这么高兴 这 有什么可神经 嗯 哼 嗯 不是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龙碑 这九龙碑价值连城的原因 不只是它是万年十英所经坐而成 而且更用黄金精雕细琢这九条龙 条条栩栩如生 更神奇的是 小石子 奴才在 拿水来 遮 你看 皇上 这水怎么变成红色的了 什么水会变成红色的 九龙碑最神奇之处 就在于它能够把清水变成葡萄美酒 皇上 这九龙碑真是太神奇了 竟然能把水变成葡萄美酒 好 让朕好好的品尝品尝 好 让朕好好的品尝品尝 你 烦死我了 透苦气休息一下 皇上 这九龙碑真的好厉害 夜深了 别喝太多 应该就寝了 也好 等着明天再好好地品尝 小石子 奴才在 更衣 遮 皇上 奴才帮您更衣吧 不用了 把衣服取过来 遮 皇上 有鬼 皇上 皇上 有鬼 皇上 皇上 有鬼 哪来的鬼啊 少男嘴胡说八道 去 啊 皇上 鬼 鬼 鬼 还请皇上看他的脚 好 刚才是正在喝酒 又不是你喝酒 怎么 你醉了 去 鬼还有脚 去 哎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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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鬼啊 在那儿呢 鬼你大红啊 皇上 出去 现在就去睡觉吧 朗朗乾坤 哪儿来的鬼啊 明明就是有鬼嘛 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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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朗朗 朗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配上朕玉厨大雅斋所做的糕点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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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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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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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真的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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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找到朕的九龙杯没有 启禀皇上 奴才已经家派人手替您找九龙杯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您的九龙杯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朕昨夜明明把九龙杯摆在桌上 怎么会一夜之间 这九龙杯就凭空消失了呢 那 那倒是你们 有人把朕的九龙杯给偷去了 啊 请皇上恕罪啊 奴才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偷皇上之物 皇上恕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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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统统起来吧 谢皇上 朕相信你们没有这个胆子 谢皇上 谢谢皇上 只是朕一直想我明白 这皇宫内院戒备森严 朕从昨晚至今 尚未离开这房间一步 就算有人偷偷进到这皇宫里 盗走了朕的九龙杯 朕也不可能浑然不知啊 这正是 让朕百思不解的地方 传朕指引 全力禁拿盗取朕九龙杯之人 拿住后 杀无赦 朕敬